我把小赛罗抓起来了 看看我脚下的笼子里 这是谁啊 你们喜欢的小赛罗 想用狗头嘲讽我 你们想也别想了 因为跑了一个又怎么样了 我还抓的有别人 看看这是谁 小迪迦 他也被我抓起来了 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们在给他们输送红色能量 你们不要太过分 小心我带着怪兽大军把地球给当平了 不过就算他们跑了 那又怎么样了 我马上又去把他们抓回来 贝利亚发动隐身技能 偷偷的又来抓小赛罗了 他躲在一棵大树后面 此时赛罗正在训练小赛罗 一看到那棵大树没有 你就把他当成敌人 输出最大的能量 发动你的火球技能 贝利亚躲在树后面 刚刚想探出头观察一下 小赛罗就发动了火球技能 收收收的射出去了 几个火球朝他脸上就轰了过去 贝利亚脸都被烧糊了 躺在地上起不来了 认为贝利亚活该的就扣狗头吧 不甘心的贝利亚又发动隐身技能 偷偷的来抓小迪迦 他趴在一片草丛里 小迪迦正在训练扔狗头 狗头别到处乱扔 不然待会不好收拾 你就往那边那个草丛里扔吧 贝利亚刚刚还在庆幸 迪迦没有发现自己 下一秒就 他赶快跑路 老爸 好像有几个狗头 好了 小孩子不要撒谎 狗头怎么会跑呢 小朋友们 你们看到了吗 狗头是真的跑了呀 相信我的就扣 三百千花 帮我证明一下吧 谢谢大家 请不请不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